好那接下来其实也是就进入到我们来啦 就是资讯人跳坑政策的下半轨 那这一部分会比较针对资料开放以后 那要怎么样去做资料运用的一些讨论 那今天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今天其实接下来两位两者 虽然都是台湾人 但他们现在都在国外 然后在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做一些资料运用 所以应该可能会给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 那不过两位因为在国外 所以都会用远距的方式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会直接 可能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投影幕 那第一场的话会是 就是由Ariel章所带来的 你付出的房租值得吗 谈空间分析框架下的居住正义 以德国汉堡市为例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是协助我们先播放一下 就是我们的影像 技术的时间我们就顺便 就是工商服务以下 就是unconf的投票 快要截止了 所以请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尽量去投票 就是明天下午的议程 其实是有保留很多议程 可以让在场会众 自己想要出来讲都可以的 对那刚才像我们的讲者Ronnie也提到 他也有投了一个关于就是比较激进的网军 或测译一些的讨论 那大家如果兴趣也可以去支持一下Ronnie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 我们等一下两个远距讲者玩以后 也同样会有交流讨论 那所以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 随时在过程中都可以留在slido上面 那我们等一下会用类似 刚刚上半场的模式去进行交流讨论 不好意思毕竟德国比较远 会多花一点时间体谅一下 那这边也持续工商服务一下 就是说今天G0Visame所有的议程 可能在一个月以后 在经过剪辑以后 在讲者同意的情况下 可能会将这些影像作为释放 所以做出释放 所以如果你对这些议题亦有未尽 将来想要继续讨论的话 可以就是在将来可能一个月以后 注意一下我们有没有影片的释出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台湾政府临时双棉会 来讲一个有关房租空间分析 还有秩序争议的一个议题 好那我叫Ariel Chang 我的专业就是空间分析 空间地理资讯系统这个部分 那我之前是在英国念过一个爱丁堡大学的空间资讯硕士 所以目前人现在在汉堡 那我目前是在Haven City University Humburg 就是汉堡城市港口大学念博士班研究 那主要就是多因子的一个空间分析 相关性的分析 所以主要是以汉堡的资料为主 好那这是我的email信箱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或是关于这个议题 有更多想要讨论的话 都欢迎随时可以写信来给我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演讲的议题 那Haven City University Humburg 它是在汉堡的一个国立大学 然后我也会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小组所做的一些相关的计划 那再我们就会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汉堡市它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方 那再来呢我们就是会提到关于德国有关于汉堡这个部分 它的一个开放空间资料的一个政策 那再来我会讲到一些就是我比较实作的部分 是如何做这个空间资料分析的 那我也会谈谈到一些有关相关的软体工具 那尤其是在空间地图的一个部分 然后另外我也会讲一个跟我们小组里面所做的一个开源码相关的一个专案 AptoPi 好那我现在这个研究单位叫做City Science Lab 那它是在2015年6月就在我加入这个Hatshiyu之前就已经成立的 那它基本上是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Media Lab做合作 所以我们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合作的国际研究计划 那我们里面的研究生有时候也会互相拜访做一些交换学者的一个研究活动 好那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是UNICT 就是跟联合国相关的计划 然后主要是我们Hatshiyu还有一个 OICT就是UN Office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那这我就不翻译了 因为翻起来有点奇怪 然后它的主要的目的是着重在非洲国家地区 那因为他们人口的成长飘量快速 然后当地的资源可能并没有做很好的管理规划 所以联合国这个部分就是会由这个德国的外交部去找一些经费 然后让我们学校呢 跟UN这个部分做一个联合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计划是四年 今年12月才开始 所以相当的新 那我们也会就是连续就在未来几个月之内 会进行做一些workshop 针对一些政策啊 然后资料啊 然后地图空间买品这些 我们都会做一些规划跟讨论 那我们看到第13这个climate action 就是所谓的气候变迁这个部分呢 也是研究的议题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第二个计划就是我自己本身有参与的就是 完全是在着重在东南亚国家地区 包含有一些中国的部分的计划 那他们就是在新疆或者是上海北京 然后那么还有印尼 然后柬埔寨 越南 泰国这些国家 那都有一些相关 总共10个是做 就算是永续发展的一个城市相镇之间的比对 那他的主题其实是主要在有关就是 比如说 risk management 或者是 waste management 这些部分 那其实他们这些 我们就是有点像是 overhead 就是看规划 然后去整合他们的一个研究成果 那各个相关的这些研究 case study 呢 都是由一个德国的主要的一个 research institute 来主导 那我们就是很希望可以跟他们密切的合作 并且发展出一些未来的一个城市的一些相关的 challenge 那跟今天的主题完全最有相关的就是我们这个 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 urban data hub 的一个计划 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lab 已经成立一阵子 那他就是跟汉堡市政府有非常相关的密切的合作 那大家可以看这个网站已经上线了 所以就用这个 URL 就可以上去看 那汉堡市政府已经最新有到 2000多个空间资料上网公开 那包含他的原本 raw data 连年的资料 然后各个不同的主题 那全部就是都已经上网了 那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因为很多资讯 其实人们都会有兴趣 可能不一定是一定是学术的研究的一个原因 可能就是对自己家附近环境的一个关心 好 那我今天主题是有关汉堡市 汉堡它其实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城市 因为大家知道它是港口 它是河港 它离海边其实还有段距离 但是它其实是大船就是都可以开到港口里面来 所以它的一些国际商贸非常的发达 那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右上角这个 就是城市的地铁地图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的河北边跟河南边的发展 其实相差非常的大 那可以看到北边它部分就是城市的精华区啊 然后闹区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住宅区 其实都是分布在汉堡市的北边的 那南边的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看到文化署下面这个 就是哈勃坡地区 这个就是哈勃坡地区 还有哈勃坡地区 他们都是比较后来新型开发的新型城市 所以就是一些比较像是 音乐家呀 艺术文化家 他们就是都会比较住在南边 那这边就是 等一下看地图也可以知道 它的房价也相对比较低 那因为它的这个交通的可及性比较差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只有一个桥 还有一个港口地底的隧道 从奥特拿这边过来的 那可以到南边去 要不然就是开车 所以在住汉堡南边的人 就算是相同的距离 空间距离到市中心 但是他们相对要付出的一个通行成本 就会比较大 那这个是对汉堡的一个背景介绍 然后我还想要讲的是 就是刚刚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德国的这个部分空间 资料的一个开放 那汉堡其实蛮早的 它是对于 全德国相对其他的一些一线城市 可以说是第一个开放 就是制定这个汉堡 必须要透明开放的这个法案 它是在2012年的10月就已经 有就是我们的 城市相关的政治家 就已经做制定这样的法律 所以就变成 疫情所有相关的 我们的政府官员 还有各个全德单位 都要去做空间资料的开放 那他们就开了一个 transparent portal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URL 可以上去看一下 那它的话 它其实 相对就是已经 含挂了非常多资料 那刚刚那个urban data hub 的一个dashboard 它就是一个 做成是parent portal 这个地方衍生出来的一个 就是互动性的一个地图 那这个dashboard的部分 它其实主要是用javascript 3 跟chart.js去做开发的 然后 master portal API 这个部分也是汉堡城市政府 它开发的一个backbone.js 跟open layers API的地图 那它的开源网的一些 程式码全部都上显 也就是说所有 只要你对程式开发有兴趣 或者你想要写一个地图 简单的一些 比如说加一些资料 空间资料去展图 或者是 它都有一些圆满 可以直接用 那一些 比如说最基础的测量距离 或者是 开启这个图层 关闭这个图层 这些功能其实都有在那边 然后 关于说到就是 open data 这一块 在 这个地图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它是一个 Asway 我们知道就是 台湾的话就是互动国际 就是它做 Archis 最大的一个 美国的公司 那它主要也是卖Archis 就是所谓的 桌上型的 地理资讯分析系统软体 其实Archis 这个就是在台湾的一个 做空间资讯或地理系 他们在学校学 全部都是学Archis这一套 Archis呢 它是一个完全是 开源的专案 那是从全球一些 对于空间资讯有相关 有兴趣的学者 大家自主使用自己的 就是研究时间 或者是私人时间 去做开发这样的一个 桌上型的一个GIS-Raptic 那 这个部分 这个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世界地图 就是有多少人 在各个国家的比例 使用Archis或Archis 那蓝色部分 就是比较多 国家是有这个 经费 预算去购买Archis 相关的一些 比如说图胎啊 或者是桌上型的GIS分析软体 美国为大中 然后一些 西游国家 比如说像是英国 那 中国这部分 我觉得大家可以直接掠过 因为它 这个等一下我会提到 它的资料是从Google Analytics Google Trend 这个地方 就是缩写出来 但大家知道 中国大部分使用者 就是不会上Google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 忽略的这一块 那台湾的部分 其实也是Essery Archis为主 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比如说像 我在以前在台大 念书的时候 学校也是叫Archis 那我在爱丁堡 念 资讯的时候 供电资讯的时候 也是叫Archis 那最好的研究生 通通通都是进 就是Essery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有点像产业链吧 很早以前大家在学 就学这一块资讯系统 所以你就会变黏著著了 你就不会知道说有另外一个 就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QGIS QGIS的话 像德国就会比较 相对于英国就比较多的使用者 那提到刚刚这个Analyct API 这个就是 德国的部分的一个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很大的peak 发生在Archis 今年2020年3月的部分时候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德国就是有非常多的corona case 那这个部分 三月的时候 Essery开发了一个RKI 就是我们的 这个健康相关的一个 健康的一个政府单位 他们就是用Archis的地图 所以这个部分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搜寻量 但是其实您要是看 就是长期的一个分析的 趁着来看的话 其实QGIS 是慢慢对于Archis 要更多使用者 而且也比较多人去搜寻 他相关的一个资源 那这个是台湾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 那台湾的部分就是 松续他是开发SuperGIS 在前几年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那最近呢 也是Archis 其实一直都是稍微高于QGIS的状态 那这是给大家参考 那我现在讲一下 这个所谓的我的研究 就是我搜寻了八个相关的 城市的一个 空间资讯的一些因子 那包含他的一个 年均收入的中位数 然后还有就是 人口成长的一个百分比 然后包含第三个部分 Social Monitor Index 就是这些指标呢 包含失业率或者是 比如说单亲家庭 或者是老年抚养这些 总共六个因子 它是一个综合的相对因子 那它就是可以 显示说这个人口所会组成 那另外还有就是 我还有包含选举的资料 那从2019年到2017年的两次选举 那它有一个 德国有些不同的一些政党 那等一下会提到 然后再还有就是有关 平均土地 这个翻译应该要叫做 平均土地价值 那它是比较细的一个指标 然后另外就是 用空间分析去做的 科技性分析 Sensibility Analysis 那比较细致的一个 100平方公尺的一个网格 那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第八个 就是噪音的部分 那噪音的地图呢 在汉堡这个部分 是一个理想值 并不是实测 就是并没有真正的 Sensor 资料进来 而是用道路的 比如说它是 快速道路 那它可能向内 噪音比较大 那它如果是乘乡 或者是一些 街坡的一些道路 它的噪音值 就比较低 所以它是一个 理想推算出来的值 而不是实际的一个 侦测值 那这个就是 我所谓的 科技性分析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有一个 网路的一个资源 它是用 Python OSMMX 的这个 Library 去做一些 空间的指标的分析 那它的话 就是可以算出说 到底是 我们在空间上面 从任何一个地表 任何一个点 到最近的 像这左边的地图 就是到最近的 可以买菜的地方 比如说超级市场 或者是小诊所 药局这些 那有多近 然后右边这个部分 是跟绿地的一个指标的分析 然后我另外也收集了一些 收入的一个因子 大家可以看到 前蓝色这部分 就是收入相对高的地区 那深红色这部分 就是相对比较低收入的一个区域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我们所谓的 租房地图 那这个部分是2020年的资料 可以看到在 有些研究 德国的一些研究学者 他们每年都会去拉 这些 一个网站叫做 Immovel的一个API 它的一个开放资料 就是说 它把每一个网络上的物件 它的一个平均的冷株 我们就是冷株的意思就是说 不含水电网路 这个部分每平平 三公尺的一个桌金价格 去把它相对 把它做一个地图 让大家可以了解 所以这些资料呢 我们都可以 丢进这个相关空间因子分析 那大家看到这个表格 就是所谓的 Accessibility Analysis A跟B的这个部分 然后在第三个指标呢 C的部分就是 我们所谓绿党 就是比较关心 环境保护与议题的这个政党 那它在2017到2019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增 很多地区的人 都去投了绿党 然后第四个指标 就是所谓平均地价 然后第五个指标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Social Index 第六个指标 就是人口成长 第七个指标 就是噪音 第八个指标就是收入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话 初题的部分就是相关 非常高相关 那包含哪些 比如说你跟绿地越近 你就会想要投绿党 那包含就是它地价也是较贵 然后它的噪音也比较低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因子 对其他因子的一个相关分析 所以大家知道说 其实像我们看第五个 Social Index 这个部分 跟收入有相关 但是跟其他的几个 就是因子就比较低相关 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研究的发现 好那我也开发了一个就是 因为像是参加亥克松 去开发了一个 CAPLAGL的一个互动式地图 大家知道CAPLAGL 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源 就是UBER 它的一个development team 去把一些它的一个开源码 释出在网路上 那你就任何使用者 完全不会coding的 都可以直接去开一个地图 然后就把你想要有兴趣的资料 把它放在网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站 那我想提到的是另外一个 我们单位做的一个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开源的一个专案 它是从2019年年中 大概秋天的时候开始 然后总共执行1.5年 那到明年3月结束 那它最新刚刚好 我们去参加这个Hamborg Open Science Award 然后我们得到就是最佳投奖 那总共是19个专案去投 然后我们非常幸运的 这个专案得到就是最好的 然后它的奖品是5000欧元 真是太棒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 Dithub的专案 就是说它所有的源码都上网 大家都可以去直接用Docker 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开发 可以说是圣经bible 只要是developer都非常 现在大家就用Docker 把自己的content 和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变数 全部都包在content里面 所以如果你收Git指令 收Docker指令 然后你可以上网去看 那大家都可以直接clone 这个专案下来 然后你可能把它的环境因子 比如说它的covid认定 设在台北市 那你就可以很快的 几乎不需要几秒钟 你就可以setup 一个互动性的地图 那这个部分是 它其实有两个study site 一个叫做Latakunga 在厄瓜多 另外一个是Budhveshva 在印度 那关于这个专案呢 我们有准备一个影片 那就请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最后呢我想跟大家提 是Budhvesh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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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独播 设计 结果 设计 游戒 选择 公园 发生 发生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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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量 但是 在这里 更多技能 有些人 选择 选择 有些人 另一方面,有新技術的技術方法 有新技術的技術方法 例如这些设置标 我们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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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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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想法 能够提供一个很简单的GIS 使用确实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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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Germ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GIZ liked this idea They were convinced that such a system can support urban planning worldwide and can help foster dialogue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 The GIZ connected us to partners in cities in India and Ecuador and granted support for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Octopi Toolkit It includes hardware components that can be obtain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A manual for DIY building like for IKEA shelves are open source GIS software and a usage guide Octopi can thus be easily adapted for any local applic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ed for the new use cases After two years of development tests are running now in India In the city Bubaneshwar Octopi is used by planners to identify l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The test run in Ecuador focuses on disaster management In the city of Latagunga Octopi helps to evacuate residents in case of the local volcano eruption We are happy to see that Octopi is well received by the local people They have quickly adapted the system for local participatory planning workshops This is how our open source toolkit Octopi provides a new and accessible GIS system for all It brings knowledge from Hamburg's universities to the world and helps to mak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better places to live 啌盟 This is a ChewbnauCP Security This is a form of helpful toolkit in the nextystem light-level learning Location ः高 It brings the resources and Also Liebe 做整合 然后还有就是说 在一些相关的 我们开发一些数位平台 那要如何去使用 这些资料如何做转移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它就是下周二 下午 这是德国时间 所以可能 加期 那就是台湾的时间 那上网 登记就可以做注册 那这部分是免费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加 那我今天的 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QA赛选 那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讨论 谢谢 那我们谢谢Ariel的分享 关于就是他在汉堡 做这个就是OpenTourKid 也就是房租的一个分析 房价的一个分析